小笨熊翻车日记 妈呀 这一声闷头吹 相信你们没有看清楚 我们再来一遍 坚持摔得太惨了吧 泡芙以后可能都不敢走这里了 微信告知 一般情况下泡芙是不会做出这样子的举动的 一般是我把笼子开开之后 它想出来所以才会这样 它换了一个地方 想从这里出来 可是好像也不行 这大概就是推断的忧伤吧 虽然多次滑倒 但是从未放弃 这样的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般拍摄品的话 才会把笼子的顶盖打开 所以说泡芙每次这样 都会有一点害怕和好奇 如果是没有开笼子的情况下 它不会去啃上面的铁丝 还是蛮乖的 这里就直接滑下去了 自闭了开始 即使爬上去了 也不想再上来了 自闭自闭 哎呀别闻了 出不来的 好了我把笼子的门关上了 很多新粉丝以为我这个笼子是没有门的 其实我这个是顶开门 只要关上去它就出不来了 好啦就这样拜拜 拜拜